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最近公布了2019年5月的旅卡排期 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来说 按照Final Action Date来排期 这是对于在美国境内提交485转换身份拿旅卡的人 职业移民EB1类别排期没有变化 还停留在2017年的2月22号 那么距离现在有两年多的时间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全球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 来自其他国家申请人EB1类别仍然有排期 这个排期也要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只排到了2018年的3月1号 这说明来自其他国家的所谓剩余名额 恐怕能够给中国印度的比较少 相应的中国印度的EB1排期 恐怕也比较难前进 对于第二优先EB2类别 包括NIW排期又前进了一个多月 到了2016年的中日 2016年5月15日 和EB1现在只相差9个月左右 我们过去几个月里目睹了EB2和EB1相差有一年多到一年左右 不到一年10个月 现在只相差9个月左右 EB3类别排期也前进了三周 前进到了2015年的8月22日 EB5投资移民前进了一周到2014年的9月22日 那么我们看到EB5前进很缓慢 而且有很多预计了 就是说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可能要排十几年 那么大家都在想办法解决改变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进展 对于亲属移民来说 美国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这个排期前进了将近两个月 到2012年的8月22号 对于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排期前进了将近一个月 到2018年的1月8号 距离现在一年多时间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可以拿到绿卡相对比较快的一种办法 当然和美国公民结婚会更快 关于这个亲属移民 我们另外有很多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 对于绿卡持有人的成年子女 排期前进了一个月 到2014年8月1号 所以如果有的人拿到绿卡 但是子女超零了 可以继续接下来给子女办绿卡 我们绿所有的同事 就是这样拿到绿卡 对于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 那个排期前进了两个月 到2007年的6月22号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排期也前进了两个月 到2006年的10月1号 亲属移民的排期 这里用的都是filing date 而不是final action date 这个是根据移民局的公布的情况 选用哪一种排期 那么这个是排期的进途 对于展望 最近美国国务院制定排期的工作人员 大家知道叫奥本海默 他对排期的预计 对于来自中国的EB1申请人 预计在今后几个月 就是今年这个财政年度剩余的时间 从现在一直到2019年的9月底 排期呢都很难有前进 甚至还可能有倒退 要一直到2019年的10月 才有可能回到目前的这个状态 或者停留在这个状态 就是2017年的2月 排期恐怕前进会很难 而对于EB2类别呢 他预计会尽快继续的比较快的前进 EB3类别呢 预计也和现在的这个PACE差不多 就是每个月呢 可能会前进几周 总之今后几个月排期的走势 对于来自中国的职业移民 和过去几个月可能差不多 那么我们看到呢 前面说了 来自全球的EB1申请都有排期 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因为目前川普政府的政策 更多人担心 以后移民法和政策可能会变化 申请美国移民更难了 然后所以呢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更多的人申请 另外呢 大家知道这个全球 世界很多地方呢 有经济不景气 就业难 甚至骚乱 战乱 全球范围呢 申请人还会增加 而相应的呢 像这样如果EB1呢 对于中国申请人 他剩余名额减少了 对中国人呢 按照法律分配的名额只有2800 过去呢 每年能够有主申请人 连家属6000多人 拿到EB1类别的绿卡 很多时候呢 是用了其他国家的剩余名额 如果来自其他国家 没有那么多剩余名额呢 那中国拿到的数额就少了 排期前进就更慢了 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高净职人士 原来办EB5 现在呢 排期比较长 那么很多人转来呢 办这个EB1C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也在办EB1C 也会占有名额 另外呢 如果你关心新闻 可能会看到 现在从南美洲 跨越边境 进入到美国的这些人呢 数量还是很多的 美国的选民呢 相应的也会把EB1C 作为一个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 美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移民法改革的方案 当然了移民法呢 很复杂 牵扯的事项很多 所以呢 要改革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总体来说吧 在目前的环境气氛下呢 看到要增加更多的移民数字 也是不容易的 那怎么来应对呢 总体来说呢 我们还是建议 大家就是说 如果符合条件 尽早提交申请 先有一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然后继续在美国保持合法身份 那么就可以拿到绿卡 对于印度人 EB2EB3类别排期漫长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放弃 找到了一些推动 达成了一些补定 比如说H4EAD或者H1B 在绿卡申请提交以后 可以一直延期下去 不止六年 可以延到绿卡拿到 或者提交485H 然后呢 这样也可以缓解了 这个排期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的预测 并不是说我们就希望看到 是吧 这一个区别应该很明显 就像我预测明天可能要下雨 并不是说我就喜欢下雨 那么对于移民啊 排期可能会面临 更加严峻的形势 这个呢 我们在这里提起大家加以注意 过去几个月呢 有相关的文章视频 也都讲到了这一点 比如说来自中国的EB5 投资移民 很长时间的排期 没有解决 EB1呢 大概不会像EB5这样 但是呢 比目前的情况 将来更差 这个也有可能 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的就有30多万 在中国想让子女到美国的 恐怕还有更多人 总体来说排期形势 短期内呢 不会有改变 这个是目前的排期进度和展望 我们给大家详细解释这方面的信息 也就希望大家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提前应对 积极抓住机会 来考虑 用适合自己的方法 解决绿卡申请问题 当然了 另一方面因为有排期 在等待绿卡期间 要注意保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19年5月 绿卡排期进度和展望 好 谢谢